我们荣熊是上世纪末 有一位欧洲传教师传入我国的 后来经过一人老师的学习和提高 被称之是我们东方的油画 今年61岁 记错荣熊为了47年了 我们海派荣熊用的是全进口的羊毛融线 底部是用全棉的网割麻布 看上去的毛茸茸的这种感觉 我们荣熊的这个特点它就是有规律的 一针一针的从上到下 从上到下就像排队一样排过去的 我们每一幅画拿到手里 都是不是一样的 每一幅画都是对我们来说 都是一个新的挑战 在技术上面我要精益求精 根据自己对画稿的理解 你喜欢做底板的先做底板 做人像的也做现做人像 这是根据你自己的需要和爱好 我们做龙袖平时对颜色也是比较有要求的 所以我对颜色有感兴趣 平时我有空的时候我会到公园去看看 去看看这个大自然 经常出去看看 对我们工作肯定是有帮助的 我们的龙袖基本都是手工的 我们既会绣又会蓝色 主要我们在技术上面要掌握了全面 蓝色自己蓝有什么好处呢 你自己对画稿的理解和对色彩的要求 自己做的心中有数 自己做的心中有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下期再见 风景一般来说比较方便一点 你只要掌握前后的层次就可以了 你要是绣人像那就不一样了 特别是在那些勾画人的脸部 你首先一点要给人看上去要像 所以在刻画眼部里方面是特别重要的 每当拿到一幅画的时候 我们行里有句话 要中于原稿 高于原稿 所以要做得好 不是就跟原稿一样就可以 你一定要高于原稿 那高于原稿你怎么做好呢 就是凭自己平时极略的经验 我们的艺术品是通过剔线的 我们把一根线剔开来 你别看做一针 我们最起码要有四种颜色 把一根线剔开来 一根根剔开来 再把四根线再把它组合起来 再把它一阵阵绣上去 所以人家触看点看上去 好像是一种颜色 实际上我们每一种 最起码四种五种六种都有的 颜色丰富一点 看上去力量感强 多用点色吧 我现在就有两个学生 他们刚刚来了不长时间 基本功是有一点的 现在还在学习 悟性肯定有论 学美术的东西主要是要有悟性 有悟性加努力 只要喜欢你认真学 随便什么东西只要你认真 应该说是还是能学好的 是出现的一个中间设计 是吧 当你做好一封画的时候 自己看看 哎呦 也蛮高兴的 应该说成就感和辛苦 都是存在的 我说那遍 瓶了 一个人 庭 拿下来